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过程当中真的经历过很多个阶段的自己 然后每一个阶段对我来说都是有一个全新的体验 它是一张充满人情味的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张很靠近 很靠近陈浩生的一张专辑 对 我觉得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去讲我自己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张专辑其实跟一张电影票一样 在这个世代下买专辑这件事情不再是一个习惯了 大家已经遗忘这件事情了 甚至现在会买的人他只是因为可能喜欢陈浩生 或是对陈浩生第一张专辑好像有意义去买也好 或是好奇这张到底是什么买的 就可能这个受众已经变成局限于这一个部分 但是他到底额外的这部分我到底要怎么样感染到他们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包含戏曲 包含音乐 在我还没有当艺人跟没有选择自己职业的 那个小时候的时候 我就已经许下愿望的是我想要改变世界 所以知道 这个梦想我觉得我到现在即便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我还是想做这件事情跟正在烦恼跟思考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些 可能你要说的愚蠢一点是英雄主义或是什么的 是这样的人 但我始终觉得哪怕你就是一点力量 你好像可以为世界做一点什么就好 然后那个什么也许在五年后十年后 甚至我有一天我离开了他被看到被理解的时候 那都值得 当歌手被掏孔的感觉怎么样 被很多人看穿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不一样的是 因为录音室通常都是我自己会在一个空间 他们在一个空间 所以我是在这里被他们看透之后 传达弄麦克风传达到我的耳机里面 我听完别人的看透之后 因为我习惯是把我自己唱歌这个环境是关灯的 暗的这样子 然后回到我的耳机里面之后 我其实是在消化我是谁 然后又回到了本我的那个性格 然后再去唱一次 所以我觉得那个看透是有一点点像在旁观自己被看透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然后其实我很喜欢在录音室里面被看透 最后我想问你撇开了所有东西不讲 你觉得现在对你来讲 演员陈昊森跟歌手陈昊森 你现在听起来哪一个你比较开心 我觉得两种开心的不太一样 对演员陈昊森 如果别人跟我讲说你是演员陈昊森的话 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价值的 有价值的演员吧 就是对像是像像是梁朝伟那样子的的演员 大家会说他就是一个天生演员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我也渴望自己有天可以这样子 歌手陈昊森现在有点像是刚改名字 然后被叫的时候会觉得 哇就是有一点不习惯 你不会第一刻回头 但是当你意识到在叫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无比的兴奋 无比也觉得哇太好了 今天今天很美 今天很棒 终于完成了人生中 对 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了 对 然后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子 最后要很认真的说 我们今天来谢谢歌手陈昊森来接受访问 谢谢陈昊森 谢谢 谢谢 有机会再来 谢谢